馬前總統講什麼一點都不重要 為什麼呢 2024年的選舉不會有他的舞台 可是其實他現在呢 等於是藍陵裡面的一個troublemaker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看 所謂的兩岸互不隸屬 其實是蔡英文總統現在的 整個兩岸的基本方針 然後呢 我們賴清德的一個總統候選人 副總統 他的整個政見裡面 他其中有一點叫做民主團結 他也是在強調 延續蔡總統路線 說兩岸互不隸屬 那今天呢 如果說連馬前總統這個都反的話 那我們想想看說 現在剛好藍陵還在決定說 誰是總統候選人 那請問呢 當被問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我認為每一組人都很尷尬 你要到底是要迎合馬前總統呢 還是你要符合台灣現狀 如果說你要迎合馬前總統的話 大家就知道說 本來我們台灣就不隸屬 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兩岸互不隸屬嘛 如果說這個其實是今天 台灣的人民的最大公約數 如果你連這個都反的話 縱使你今天出現了藍營的初選 可能到最後選舉的時候 你會一敗塗地啊 因為他的危險在於說 各位知道 馬前總統知道外國很多狀況是講英文的 當這一句話 我們剛才所有用華文講的東西 翻成英文的時候是很可怕的是說呢 當外國人問說 請問你是 power of China嗎 台灣 is power of China 當你在這個地方 連沒有辦法很斬釘截鐵 有個答案說 No 而是說呢 哎呦 呀呀 台灣 is power of China 因為我們的China是 re power of China 這樣講下去很可怕的 馬前總統講什麼 一點都不重要 為什麼呢 2024年的選舉不會有他的舞台 可是其實他現在呢 等於是藍營裡面的一個troublemaker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看 所謂的兩岸互不隸屬 其實是蔡英文總統現在的 整個兩岸的基本方針 然後呢 我們賴清德的一個總統候選人 副總統 他的整個政見的裡面 他其中有一點叫做民主團結 他也是在強調 延續蔡總統的路線 說兩岸互不隸屬 那今天呢 如果說連馬前總統這個都反的話 那我們想想看說 現在剛好藍營還在決定說 誰是總統候選人 那請問呢 當被問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我認為每一組人都很尷尬 你要到底是要迎合馬前總統呢 還是你要符合台灣現狀 如果說你要迎合馬前總統的話 大家就知道說 本來我們台灣就不隸屬 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兩岸互不隸屬嘛 如果說這個其實是今天 台灣的人民的最大公約數 如果你連這個都反的話 縱使你今天出現了藍營的初選 可能到最後選舉的時候 你會一敗塗地啊 所以基本上呢 我剛才認為說 其實對藍營的各組候選人來講的話 真的馬前總統這個畫畫 造成大家很大的困擾 我想先講結論啦 就是說憲法是為人民而存在的 當我們現在的蔡總統說 兩岸互不隸屬的時候 你說他違反我們憲法的秩序的話 其實我自己在學校裡面教憲法 我很不能理解啦 然後呢 再來其實我要講到國際社會 就是說 國際社會都知道說 我們台灣一直以來的強調就是說 我們台灣 這個要講英文比較精準 就是說 我們not apart of China 那當今天你要講 一直要強調 跟國際社會講說 我們是part of China的時候 可是 國際社會唯一認同的 China就是中國啊 而且那個中國的權力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像聯合國的那個 所謂的China的席位 他就是做PRC嘛 所以說 當你一直在這邊打迷糊仗的時候 其實你是整個出賣台灣啊 所以基本上我再講一個說 這個毫無違反憲法的問題 反而可怕的是說 一個當過中華民國 台灣8年的總統 今天他不會去想要捍衛台灣的 自由民主宣稱之序 反而呢 在那個地方打憲法的一個迷糊症 這個其實是讓人家非常的遺憾的 因為其實在90年代之前 就是還沒有民主化的時候 我們的憲法其實完全沒有改變 但是那個憲法其實早就偏離現狀了 所以我們90年代呢 創立一個概念叫做分裂國家 什麼叫分裂國家呢 在憲法徵修條文裡面說 我們台灣叫做自由地區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 然後呢 把大陸叫做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就變成了一個分裂國家 兩個地區的一個概念在 好這個就是一直以來延續 可是大家也可以知道說 在90年代以後 我們開始選了自己的總統 那個總統的話呢 雖然號稱代表中華民國 其實就是代表台灣而已嘛 慢慢的呢 台灣變成了一個實質國家的道路 不管他叫做什麼名字 中華民國台灣也好 或台灣也罷 他就是一個實質的國家嘛 那今天呢 你去網顧了90年代呢 其實台灣開始已經落地化 憲法已經落地化了 整個事實 又回到了我們整個 所謂國共內戰的那個時代 反正照他的想法就是說 反正他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永遠存在 然後呢 尤其是大陸地區 中華民國大陸地區 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你真的要這樣強調嗎 其實這個東西的話 連我們自己都不相信嘛 難道我們還要反攻大陸嗎 我覺得齁 最後這個結論 要從老人心理學的觀念來講 什麼意思就是說 因為 馬總統其實在政治上的舞台 就慢慢淡出了 他其實現在是靠著這樣的一個說話 來去搏版面搏聲量 那其實呢 因為這樣子我們會去討論他 他就有聲量了 其實他就因此而致滿了 OK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他說 為什麼到現在才講這句話 讓我們討論 可是我們還是要回到政治現狀 今天我們不是為老人存在的 我們是一個台灣 是一個年輕的社會嘛 我們有共同的未來嘛 在這個共同未來裡面的話呢 我還是要想一下說 請問藍軍 你今年要選舉的人 到底你接受馬總統這個說法嗎 如果說你不接受的話 你也不要被馬總統綁架嘛 你就勇於說 嘿 今天我們兩岸互不隸屬 縱使你要叫我們今天台灣叫做中華民國 或括號台灣 都OK嘛 今天呢 只要來贏候選人 扛了這個看板出來的話 大家其實也不會譴責他嘛 因為他的危險在於說 各位知道 馬前總統知道外國很多狀況是講英文的 當這一句話 我們剛才所有用華文講的東西 翻成英文的時候是很可怕的是說呢 當外國人問說 請問你是power of China嗎 台灣 is power of China 當你在這個地方 連沒有辦法很斬釘截鐵 有個答案說NO 而是說呢 哎呦呀呀 台灣 is power of China 因為我們的China是 Report of China 這樣講下去很可怕的 因為全世界來講的話 所謂的Report of China 他會被等同於 People's Report of China 他就有點可怕啦 OK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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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